第八题下列关于酒精灯的使用何者正确 A 熄灭时应以湿抹布盖洗火焰 这个是错的 我们熄灭酒精灯是用灯灶盖洗 湿抹布盖洗是我们酒精灯洒出来了 在外面燃烧的时候才是用湿抹布盖洗 选项C 每次装填酒精灯平时应加满酒精 这个是错的 我们说了酒精灯的酒精要装到七八分满 或者是三分之二满之类的 那么不可以装太少也不可以装太多 所以不是要加满酒精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拿别主以点燃的酒精灯来引燃较方便 这个当然是错的 我们强调过点燃酒精灯要用所谓的火柴 不可以用酒精灯去点燃酒精灯 选项株是错的 所以只有选项B是对的 我们将它熄灭之后再将灯芯拉长 这当然也是为了安全的关系 因此第八提问 下列关于酒精灯的使用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点燃后如发现火力太小 因熄灭后再将灯芯拉长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